香港麻疹疫情持續 3月28日再錄得一宗麻疹個案 累積總數達31宗 專家稱 大部分人對麻疹具有免疫力 呼籲誤急於接種疫苗 28日下午 香港特區政府就麻疹情況舉行記者會 會上 特區政府衛生防護中心總監黃嘉慶表示 31宗確診個案中 當中7人曾到菲律賓 包括遊客 本地居住人士及菲律賓籍家庭擁工 確認記錄後 證實當中只有一人曾接種兩劑麻疹疫苗 不少個案從未接種麻疹疫苗 對於不少港人近日急於接種麻疹疫苗至供應緊張 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 衛生物學系傳染病學講座教授袁郭勇強調 香港市民務需恐慌 約98%人對麻疹具有免疫力 而麻疹引發嚴重併發症的機率最多僅0.2% 而我們香港就是講我們普通市民 如果你驗血 他有一個保護的中和抗體 是講接近98%到100% 所以真的沒有抗體的人其實很少 明明已經打完兩針的了 或者以前出過麻疹的了 都走去爭 或者走去搶 或者很害怕 我覺得大家要小心 但是不需要恐慌 香港特區政府實務及衛生局局長陳肇時表示 香港麻疹疫苗接種的整體覆蓋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 達到95%以上 而香港本地麻疹病毒抗體的血清陽性率 反映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對麻疹已有免疫力 事實上 香港近年亦沒有出現麻疹於社區爆發的情況 這顯示香港市民防疫麻疹的能力非常高 政府已趨信兩家疫苗供應商高層 儘快調波疫苗到港 首先我想再次重申 香港麻疹疫苗接種整體覆蓋率一直保持在高水平 達到95%以上 而本地麻疹病毒抗體的血清陽性率 反映絕大部分香港市民對麻疹已有免疫力 而事實上 香港近年亦沒有出現麻疹在社區爆發的情況 這亦顯示香港市民防疫麻疹的能力非常高 在疫苗供應方面 是鑑於麻疹在全球多的地方 其實近年亦都出現爆發 全球的麻疹流行性腮線炎和德國麻疹混合疫苗 即我們一般叫做MMR的混合疫苗 的供應其實都出現緊張的情況 為此我今天亦特別去信兩家疫苗供應商的高層 希望他們盡量調撥麻疹疫苗給香港 去滿足我們本地的需求